今天来看一款Linux发行版 Anduin OS 第一眼容易把它看成Android OS Anduin OS是一款基于Ubuntu系统的发行版 目前还是一个很年轻的免费开源项目 它是由个人维护的 来自于一位我们国内的软件工程师 Anduin也是这位工程师的英文昵称 哦对了 这位软件工程师目前就是预微软 根据作者的描述 这是他利用业余时间做出来的 主要是他个人的兴趣 有一个介绍Linux系统发行版流行度排名的网站 叫DistroWatch 在网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么多的发行版本 也能看到这些发行版 在过去一段时间内的流行度 或者叫受关注度的排名 Anduin OS作为一个年轻的发行版 在过去的时间里受到的关注度还是可以的 可能跟这个发行版的UI界面有很大的关系 它的界面很像Windows系统 不愧是来自微软的工程师 作者开发这个项目的目标是为刚来Linux用户提供既熟悉又易用的体验 这个描述应该是近期改过的 上一次我看到的描述还是帮助开发者从Windows过渡到Linux 那现在就随着我的视角来看看这款发行版的体验是啥样的 我在一台备用电脑上安装了Anduin OS 也就是我那台一直运行着20系统的电脑 这款系统的安装难度不高 作者也为我们准备了安装教程的文档 安装流程无非是这么几步 第一步下载Anduin OS镜像文件 在官方网站找到下载入口 作者提供了两个版本 一个是长期的支持项目 对应的是Ubuntu LTS版本 另外一个则是常规版本 可能每两年就要有一次大更新 值得一提的是 作者把安对应OS做的相对比较精简 目前的镜像大小只有两季多 第二步把镜像烧录或者是拷贝到U盘 让U盘变成为安装媒介 视频里我用的是WinToy工具 把下载好的镜像烤入到U盘 第三步设置BIOS 让电脑优先从U盘启动 进入BIOS 每个电脑厂商主板厂商进入BIOS的方式也不太一样 主要集中在F2 F12或者是Delete键 设置好从U盘启动之后 第四步通过图形化安装程序完成每一个步骤 图形化安装界面里遇到的关键步骤也会有提示说明 方便先手理解 最后一步 安装结束后 根据提示拔掉U盘安装媒介 然后重启 大部分的Linux发行版大级都是这个安装流程 当然除了Arch 好现在就进入了桌面环境 这个就是防Windows 11的桌面系统 直观满兽 壁纸是挺像Windows风格的 桌面上的图标倒是不像 继续在桌面寻找Windows的影子 任务栏的布局 向Windows默认放在了底部 居中摆放 点开这个图标 弹出来一个类似于Windows的开始菜单 里面有系统自带的应用 以及常用的应用 再点开所有应用程序 可以看到系统所有的程序 包括用户自己手动安装的应用 它们都会显示在这里 任务栏的左下角 也放置了一个天气的插件 这个插件显示天气信息挺详细的 右下角的公用区 向网络设置声音设置的图标 包括显示桌面的按钮 最后还有就是 左屏界面模仿的 也有点那个味儿 至于系统的流畅度 我的体验是 当我在输入密码进入桌面时 过度动画会有卡顿 在正式进入到桌面后的操作 比如说UI的响应速度还是可以的 其他方面就没有什么明显的Windows元素了 比如我打开这个设置 熟悉Linux桌面环境的朋友一眼就能看出它的本来面目 没错 Nome AnduinOS这套仿Windows桌面的环境是基于Nome美化 这里系统信息里面显示的是Nome48 或者说我们可以把AnduinOS看作是带了Windows部分元素的Ubuntu系统 说到这儿一些资深的Nome用户也能把桌面美化成Windows 不光是Windows了 MacOS的UI也可以模仿 虽然它只是带Windows主题的一款Ubuntu的发行版 不过AnduinOS能够吸引我的一点是它的体积相对比较精简 预装的软件或者服务不多 我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安装哪些应用 AnduinOS倒是带了一个软件中心可以安装Dev格式或者Flashpack的应用 屏幕前的朋友你可能是第一次听说Dev和Flashpack 简单解释一下 Dev结尾的文件是Debian系的Linux发行版的软件包 像Ubuntu和现在一直说的AnduinOS都属于Debian家族的发行版 其他比较流行的Debian系的发行版 比如说是Linux Mint Flashpack 它是以沙盒或者叫做容器的形式独立运行的 最方便的在于可以跨Linux发行版使用 并且应用数量丰富 我们可以根据这个作者的指导来把Flashpack库加上去 加上去之后 这个软件中心能搜出的软件的数量就非常可观了 虽然这个软件中心非常直观 通过搜索点击就能安装一个应用 但是在有些时候我们还是逃避不了借用终端 就是命令行来安装应用 在AnduinOS官方网站里 作者为我们准备的一份文档 列出了一些常见应用的安装命令 他还进行了分类 比如我想安装Chrome 就把这些命令复制到终端回车输入密码等进度条走完 期间如果没有报错就代表完成了安装 作者还为我们整理好了一些最常用的应用 像图片编辑工具GIMP 它是一款免费开源的图片编辑工具 文档里面还提供了这样一种方法 就是把它设置成类似于Photoshop的操作界面 在Linux平台也可以完成一些创作性设计性的工作 在Linux系统里面 Office应用我们一般是用到WPS LibreOffice OnlyOffice这些作为替代 普通的办公一般是够用了 还有一种方式 类似于在Windows系统下下载一个安装包 比如我们要找一个应用 可以试着在网上搜索一下 看看这个官方网站有没有针对Linux系统的软件包 毕竟Debian系的发行版所占的比重还是相当可观的 所以一些开发者还是愿意为Linux平台提供软件包的 比如下载好Deb软件包之后 它默认可以用这个系统中的软件中心打开软件包 随后点击开始安装 此外还有一种软件管理应用 Snap 不过网上Snap的风评一直不太好 受到了很多的诟病 比如说一些应用运行的稳定性 系统的安全性 所以在这里我也不推荐Snap 这些常规软件的使用体验 对于我来说跟在Windows平台上相差的并不多 像我们国内用户常用的微信客户端QQ客户端 还有办公三件套 日常看视频用到的本地播放器 像MPVVLC 这些都是非常强大的播放器 至于游戏体验 如果你是一位资深的Steam用户 那在Linux设备上玩游戏就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 Steam的资深用户基本上可以无感的 从Windows平台评议到Linux平台 毕竟Steam它自己的掌机Steam Deck 搭载的SteamOS都是基于Arch Linux研发的 我们安装好Steam客户端之后 把游戏下载下来 记得在Steam客户端设置选项里面找到兼容项 选择一项Proton的版本 这样就可以运行Steam平台的大作了 Proton是威慑开发的兼容层 目前AnduinOS有不同版本的更新 可以用如下的命令来进行手动升级 最后来做一个简短的总结 AnduinOS是P只有Windows主题的Ubuntu系统 当然它里边Windows UI的元素含量也并不是很高 不过总体上还是适合一些想尝试Linux桌面环境的新手用户 它至少让我们省去了美化系统界面的步骤 另外它对于低配置的电脑还算比较友好 所以可以拿自己闲置的电脑来安装AnduinOS 让它继续发挥余热 不过想要尝试之前也要做好一些准备 第一个我建议可以先用虚拟机来体验这个系统 或者是你跟我一样有一套备用电脑 第二个在使用过程当中还是会不可避免的用到命令行 所以要提前了解一下命令行的使用方法 现在网上的资源非常丰富 包括也可以用AI让它来帮助你 所以如果你想尝试尝试Linux桌面环境 不妨拿AnduinOS来练练手 好的本期视频就是这些了 我们下回再见